市面上含有蕎麦成分的食品 大多是使用已经去除种皮的蕎麦 可是从研究数字显示 蕎麦种皮它的营养成分最高 包括6倍的鱼香素 4倍的膳食纤维 和3倍的维生素B6 这些营养物质有助于提升身体的抗氧化能力 减少因为体内自由基堆积所引起的血管老化 自由基会使得低密度的蓝固醇 氧化成泡沫式的蓝固醇 沉浸在血管壁中 是造成血管硬化的元素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 蕎麦种皮照顾心血管的关键在于 一氢二降双效能 一氢是指清除自由基 细胞影像的结果可以证实 添加蕎麦种皮萃取 明显提升细胞抗氧化能力 同时发现可以增加SODE酵素含量 减少体内自由基堆积 二降是指降低高血脂和高血压 蕎麦种皮能显著减少血液中的 中胆固醇 三栓甘油脂 低密度胆固醇 而且在调节血压的效果 蕎麦种皮对于血管收收素 转化酶ACE的抑制效果 比突壳荷麦高出55% 经常摄取高脂饮食 三高高危险群 以及想要维持体循环健康的养生人士 蕎麦种皮的一氢二降双效能 更是我们在心血管保健的重要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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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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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